10月30日 欧盟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5年的返补贴税 此决定从10月31日生效 按照这一决定 被抽样的中国车企将缴纳不同的返补贴税 其中 比亚迪缴纳17% 吉利缴纳18.8% 上汽缴纳35.3% 其他与三家车企合作的公司被征收20.7% 这简直是打着公平竞争的旗号 明目张胆的收取费用 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 严重违反了WTO规则 搞坏了中欧贸易环境 如果其他经济体和市场选择效仿 那么中国车企出口利益 必然受损 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 上汽这回可是真受伤了 为啥 人家在欧洲卖得最好啊 2024年前三季度 上汽新能源汽车海外交付80.6万辆 明觉这小车在欧洲上半年就卖了12万辆 欧洲市场撑起了上汽65%的出口销量 超过25万辆 这销量妥妥的国产车企扛把子 可人家上汽硬气啊 面对欧盟这威逼利诱愣是不低头 欧盟这哪是制裁 分明是想套咱的技术专利和运营信息 据说 欧委会要求企业提供电池配方等核心技术 还有产能计划 客户名单这些商业机密 上汽高管直接怼回去 配合调查可以 但商业机密 门都没有 因此对于欧盟的这一决定 中国发出警告称 坚决不认同 不接受 并且将会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提出诉讼 接下来中方还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中国车企的权益 虽然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采取什么坚决措施 但如果以同等措施对欧盟在华车企 征收同等反补贴水 必然会让欧盟汽车行业遭受寒冬 10月31日 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 欧盟已决定派遣官员前往北京 举行更多会谈 旨在找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替代方案 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欧盟官员前往北京 表明双方的谈判出现了一些势头 但替代方案的讨论仍然很复杂 不过 这个替代方案中欧讨论的比较激烈 分歧也很大 主要是中欧就控制出口价格 数量的问题 难以达成一个有效共识 要知道 此前中欧就贸易争端谈了足足八轮 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方明确表示 反对欧盟与中国车企单独进行价格承诺谈判 但欧盟就是不听 非要说自己依照的是世贸规则与中国车企单独谈判 这一举动直接损害了双方信任 干扰了谈判进程 在最后一轮谈判中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 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视频会谈 然而欧方提出的所谓最低价格承诺方案 实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要求中方对每个品牌 每种车型 甚至是同一品牌在不同欧盟国家的销售 都制定最低限价 这种苛刻的条件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水浒传》中 鲁智深要求正途把肉切成臊子的情节 欧委会主席冯德兰在此次关税之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他所主导的政策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欧洲本土车企 但仔细分析却发现充满了矛盾和疑点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高额关税 与美国车企特斯拉相比显得格外慷慨 特斯拉仅被加征7.8%的关税 而中国车企则要面临高达35.3%的额外负担 这种明显的差异待遇 很难让人相信冯德莱恩的政策 是真正为了欧洲车企的利益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冯德莱恩的小算盘是为了迎合美国 以牺牲欧洲自身利益为代价 来打压中国电动汽车的竞争力 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 引发了欧洲内部的强烈不满 大众 宝马等欧洲车企 纷纷表达了对欧盟政策的担忧 甚至直言 欧盟的政策将损害欧洲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 这些反对的声音 揭示了冯德莱恩政策的荒谬性 也凸显了欧洲在政治压力面前的无奈 冯德莱恩的决策 本质上是将欧洲自身的利益 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试图通过输血的方式 维持美国在全球电动汽车产业中的主导地位 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这种做法不仅短视 而且危险 它不仅损害了欧洲自身的利益 也破坏了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公平竞争环境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表示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再次沉重打击了欧洲的竞争力 不符合欧洲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西亚尔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由冯德兰领导的欧盟委员会 无视成员国和欧洲大型车企的意见 执意对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加征关税 再次沉重打击了欧洲大陆的竞争力 西亚尔多指出 这一措施不符合欧盟的利益 因为27个成员国中只有10个投票支持 同时也不符合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利益 因为欧洲的汽车巨头正在全力以赴地反对这项措施 如果没有中国供应商的合作 很难想象欧洲电动汽车战略会取得成功 西亚尔多认为 过去五年欧盟变得更不安全 更缺乏竞争力 政治影响力更小 欧盟委员会主席对此负有责任 因为他把欧洲带入了一场必败的战争 欧盟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近段时间 芬兰 斯法洛克等多个欧洲元首访华 一方面是为了和我们谈合作 拿出行动来支持我们 而另一方面就是表明了 不愿意与欧盟委员会狼狈为奸 这些欧洲国家也都清楚 我们国家是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双方的合作空间十分庞大 欧盟这种做法完全就是损人不利己 值得注意的是 在欧盟派员前往北京谈判时 欧盟开始谋划依据数字服务法 对中国电商购物平台P母展开调查 如果这个调查之后 能够裁定T母存在违规行为 就有可能对T母处以其全球年收入6%的巨额罚款 T母是全球购物类APP之一 其2023年下载量名列全球第二位 仅次于西音 这个2023年蝉联购物APP下载量冠军 但是欧盟认为 这些中国购物类平台存在非法或假冒商品 严重影响了欧盟电商购物市场 其实欧盟这么做就是担心 T母等动摇亚马逊购物平台的垄断地位 这起事件就是欧盟直接动用贸易工具箱 打压中国企业的表现之一 更是欧盟无视世贸组织规则 恶化贸易环境的无耻之举 中国肯定不会吃这个哑巴亏 一定会采取更多措施反制欧盟 捍卫本国车企电商的权益 不然以后别的国家有样学样 将带来非常大的问题 毕竟妥协永远无法满足别人的胃口 中国发展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依靠的是艰苦奋斗与自力更生的精神 从来不怕什么打压 相反外国越打压 越能激活我们的内动力 让我们造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科技产品来 美欧曾联合打压华为 就是锚定了中国人没有自主芯片技术 可结果呢 华为造出了自己的麒麟芯片和鸿蒙系统 令西方震惊 所以说 外人的打压不会让我们低头 只会让中国越发强大 需要指出的是 欧盟宣布对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之际 其自身的汽车行业危机正在持续发酵 欧洲最大汽车企业大众集团 正计划关闭至少三座德国本土工厂 为该集团建立以来首次 同时还计划裁员近万人 并要求在未来两年内全体员工降薪10% 欧洲第二大汽车企业 斯泰兰蒂斯集团则宣布在美国密歇根州工厂 裁员超千人 并在亚利桑那州关闭实验基地 首席执行官唐维时也未能获得续任CEO的机会 奔驰集团最新的三季度财报显示 该公司利润同比大跌超过53% 奥迪已宣布计划于明年春季 关闭布鲁塞尔工厂 欧洲的零部件企业们也无法幸免 博士集团今年已连续五次宣布扩大裁员规模 裁员总数已超过7000人 财爱福集团裁员波及范围更是高达1.4万人 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工厂可能被关闭 大陆集团则计划拆分汽车业务 以缓解资金紧张 裁员名单也长达7500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